一人芳心忐忑不安 走进妇产科诊间 跟医师要求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原来这是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他为国民健康署代言的影片 提醒婆婆妈妈跟姐姐妹妹 定期坐好六分钟后一生 快到你躺上去之后 他跟你说好了 你说啊 坐完了 就完全没感觉 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害怕说 因为他是侵入性的感觉 就很可怕 其实真的会让你 就医师也会跟你聊天嘛 所以在你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做完了 因为我们是用剥片刮那个子宫颈 所以最多有的病人 在做完检查之后 会稍微有一点轻微的出血现象 但是那是正常的 通常一下子就过了这样子 不过根据国健署调查 民众没做抹片检查的原因 有43.6%受访者自认 身体健康不需要 有20.4%因为太忙没有时间 也有16.8%认为年纪大不用做 不过专家提醒 妇女只要有性经验 每三年就要持续检查 用行动来告诉各位 其实它不是一个口号 爱护自己要从行动做起 你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你没有用行动来促成 我们的调查里面发现 国人是有6到7成 有在采行子宫颈抹片 但我们邀请的是要定期筛检 而不是刺激性偶尔一次的筛检 由于子宫颈癌是慢性渐进 有时在人类感染乳涂病毒后 10到20年才会发展为子宫颈癌 只要早期筛检治疗 存活率高达9成以上 也呼吁女性朋友 利用短短不到6分钟的时间 珍爱自己的健康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